男孩经常被同学欺负却无力反抗 这天他不小心召唤出一只妖怪 直接把校爸打进了医院 今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 当怪物来敲门 康康又做了那个噩梦 梦中妈妈挂在悬崖边快要掉下去了 他拉着妈妈的手想把他拽上来 就在他体力不支松开手时 他惊醒了过来 还好这一切只是梦境 他利索地起床穿衣服叠被子 还自己做了个早饭 熟练的不像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出门之前 他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妈妈 康康上着课 在课本中翻出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放学别走老地方见 他抬起头正好对上校爸的目光 镜头一转 几个同学把康康推倒在地 这显然不是他们第一次欺负人了 校爸还威胁道 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瘦小的康康无力 只好踢路边的石头解气 晚上 他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抬起头什么也没看到 可桌上的笔突然自己滑落到了地上 他打开窗户 外面狂风大作 一种不好的预感油染而生 这时地面突然裂开 院子里的那棵古树 居然化成人形朝他走来 康康吓得躲到了桌子后面 但树怪没有伤害他 还开口说了人话 他告诉康康 他们要一起讲四个故事 树怪讲前三个 第四个故事由康康来说 内容就是他的噩梦 他必须说出真心话 不然的话就会 还没说完 树怪就消失了 康康猛地醒了过来 他心有余悸 跑到主卧要和妈妈一起睡 第二天 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康康一直讨厌的外婆 原来妈妈一直生着重病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康康 所以康康才这么独立 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外婆说要接走康康一起生活 要离开妈妈 还得和讨厌的外婆一起住 康康说什么也不同意 就在两人争执时 客厅传来了一声闷响 外婆赶紧跑去客厅 妈妈又发病了 康康吓得愣在原地 好在外婆及时提醒她去拿药 吃了药 妈妈终于缓过来了 看着虚弱的她 康康觉得很无助 这天夜里 随着屋子里的一阵骚动 树怪如约而至 今天要讲第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辩证看待问题的故事 树怪讲完就离开了 这天放学回家 妈妈告诉康康 她要去住院了 虽然她说只是去调养 可懂事的康康什么都明白 外婆带着妈妈去医院安顿 这时树怪又来了 这次她直接进了家门 开始了第二个故事 讲完后 树怪问她 想毁灭什么 康康以为自己在做梦 和树怪一起尽情地拆了栋房子 可等回过神来 客厅已经被她砸得一片狼藉 不巧的是外婆这时回来了 她看到被康康砸坏的钟表 那是她的外婆留下来的 她一直都很珍惜 外婆又气又难过 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着她眼里充满了失望 康康知道自己错了 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眼看着外婆离开 回到学校后 校爸各种看康康不顺眼 她前脚刚欺负完康康 后脚树怪就出现了 她来讲第三个故事 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 康康听着这段时间的委屈和难过终于爆发了 她朝着校爸冲了过去 凭借着树怪的力量 把校爸打伤住进了医院 老师出于对康康家庭的同情 没有过多的责备她 可这时医院来电话了 妈妈不行了 康康哭着跑回家 拼命提打着古树 召唤树怪出来 希望她可以帮忙治愈妈妈 可树怪出来后并不听她的请求 而是让她讲第四个故事 也就是她的噩梦 康康哪有心情讲什么故事 哭喊着要见妈妈 树怪指着不远处 将康康的噩梦显现了出来 妈妈就在眼前 可她周围的房子开始坍塌 地面也陷了下去 康康赶紧跑过去 在妈妈就要掉下去的时候 抓住了她的手 可就像噩梦里一样 康康最终也没能救她上来 树怪却步步紧逼 强迫她说出真心话 不然她就会永远困在这里了 康康终于妥协了 她一直知道妈妈会离开 可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矛盾的是 看着妈妈被病痛折磨 她又想放开她的手 希望一切尽快结束 压抑已久的内心得到释放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 她看到外婆焦急的脸 康康明白 事情还是发生了 祖孙俩迅速赶往医院 却被火车拦住了去路 两人不得不等待一会儿 这时康康掀开了口 她为之前的事向外婆道歉 外婆已经不怪她了 家人哪有隔夜愁呢 两个即将失去至亲的人 紧紧拥抱住了彼此 终于赶到了医院 妈妈已经处在了泥流之际 树怪也跟了过来 她鼓励康康和妈妈道别 康康诉说着不舍 最后一次扑入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抱着康康握着外婆的手 仿佛从未这么轻松过 她看了看树怪的方向 便安详地离开了 不久后 康康在家里找到一本妈妈的画册 她翻开画册 里面居然是树怪讲的那三个故事 而最后一页 一个小女孩坐在树怪的肩膀上 那是妈妈年幼的样子 康康终于明白了 是妈妈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 摆脱她的树怪朋友 来帮助她学会放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道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无论是人还是物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如果沉浸在过去不能自拔 就会永远无法前进 学会放手 勇敢和过去说再见 才能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